欢迎收看中国新闻 华为证实已经为旗下手机和电脑设置了自我研发的作业系统 以防不测 根据CNBC报道 华为手机目前使用Google的Android系统 电脑和掌上型电脑则使用微软系统 不过华为消费者业务部负责人于成东 日前接受德国世界报采访时表示 该公司已经装有自制的备用作业系统 以防有朝一日 美国禁止华为使用美国的作业系统 于成东强调 这是该公司的应急方案 华为当然宁愿和Google微软等系统合作 自制的备用系统只是在情有可原的情况下 让基本的商业运作得以延续 报道指出华为的备用系统 可能是根据中心通讯的前车之鉴 继续看到 华为正在海底打下光栏网络的深厚基础 并按美国在海底进战场进行角力 以掌握互联网服务的全球网络主导权 根据华尔街日报 美国力图把华为排除在5G网络建设以外 但华为又在海底光栏网络打下深厚根基 而这些网络传输几乎涵盖全球互联网的资料 报道指出大约380条现役的海底光栏 也就是埋在海底跨越大洋的光纤树 承载着大约95%的洲际语音和资料流程量 对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和国安来说至关重要 美国籍盟友们的安全官员无不担心 这些光栏越来越容易受到间谍活动的影响或遭受攻击 而华为涉足这一领域很有可能会强化中国的能力 继续是有关华为的消息 明镜周刊引述德国商报指出 德国未来铁路网络将使用华为的技术 报道指出德国铁路委托华为 Nokia和康财恩阿图斯 共同重建德国铁路信号网络 德国铁路发言人也证实 早在2015年就和华为签署相关合同 并在合同里明确规定 华为必须遵守德国法律 但德国情报局警告 华为参加5G建设存在风险 因为中国法律规定 本国机构必须和国安部门合作 与此同时美国继续向德国施压 并警告如果让华为参与5G建设 美国将限制与德国的军事情报合作 有关华为的讨论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 德国安全部门早已对华为采取安全检查 但目前为止没有找到间谍行为的证据 华为已始终拒绝间谍指控 根据商报指出 为了消除德国政府的疑虑 华为已经向德国提供无间谍协议 但这个消息目前尚未得到证实 中国深圳地铁的福田站引进人脸识别支付系统 开始试点运行 根据南华早报 透过人脸识别支付系统 乘客在大屏幕上扫描自己的面部时 就能通过绑定的账号支付交通费 报道指出移动支付目前深受中国消费者青睐 而目前移动支付主要分为两种 分别是手机支付和刷卡支付 现在中国各地的公车地铁都已经陆续支援手机支付 只要掏出手机刷一刷就能近站上车 但如果是生存居民 以后乘坐地铁连手机都不用拿出来了 乘客只需要在APP或特定的终端处 登记面部及身份信息 并绑定银行卡 就可以体验人脸支付功能 根据了解人脸识别系统 已经在中国各角落投入使用 但在地铁还是头一遭 目前深圳地铁的使用次数 平均每日达到500万人次 引进这种系统勇望在拥挤的上下班时间 提升交通运输效率 四川成都第七中学餐厅 最近被家长踢爆 使用发霉腐烂食物 导致学生肚痛腹泻甚至便携 事件在当地引方众怒 今天成都当局大动作举行记者会 指控事件是网友不时散布的假新闻 根据苹果日报 成都当局指出 警方调查后已经找到散播假新闻的网友 并指出39岁张姓女子 已经坦承自己到听途说 在微信群组散播消息 另外一名37岁梁姓女子 则是在同一天散步 学校食堂给学生吃腐食导致长期腹泻 甚至有维权家长跳楼身亡的讯息 当局表示良性女子已经坦承是为了吸引网友注意 才故意编造假消息 根据成都官方说法 检测人员只发现餐厅里的面条有发霉 属于不合格的食材 其余都符合标准 当地市场监督局局长贺新 公布调查照片和网路上流传照片的对照 并表示网路照片明显造假 同时指出调看厨房内监视器画面后 发现有人疑似制作虚假食材照片 与网上炒作照片相似 目前已将涉嫌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最后看到北京当局的统战策略 又有新招 继厦门设置台籍社区主任助理 平坛设置村委会执行主任之后 中国再以台籍科技特派员的头衔 让台湾人下乡派驻中国村落 根据中央社 中国官媒新华社日前报道 一名台湾青年蔡志阳 在福建张浦县担任科技特派员的故事 文中称这名39岁的蔡志阳来自嘉义 2013年到张浦的农民创业园 但一开始并不顺利 今年2月开始 他多了台籍科技特派员的头衔 并表示有了这个身份之后 不只在推广蔬果新品种上 有了更大平台 也能帮助农民走出跟风种植的困境 获得更高收益 根据了解这是中国 自1999年开始向基层农村 推广科技特派员制度后 首次出现台籍的科技特派员 但恐怕违反台湾的两岸条例 引发争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美国国防预算重点盯住中国 美国国防部拟定了2020年美国国防预算 总额为7,180亿美元 其中大部分用于防御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威胁 美国国防部代理部长沙纳汉 以中国中国中国这三个字来总结了2020国防开支的重点 据美联社3月16号的报道说 美国的防御战略说明了为什么美国在太空方面耗资上千亿美元 包括建立防卫性卫星 抵御可能来自中国的攻击 建造超音速的导弹 要在超音速武器的发展上能够超前于中国与俄罗斯 此外还传出了让哈利杜鲁蒙号航空母舰提前除异的想法 在未来与中国有关的武装冲突当中 航空母舰的重要性相对较低 报道说美国现在还在进行小规模的战争 打击伊斯兰极端分子 此外俄罗斯仍然是美国的重大顾虑 但是沙纳汉把美国军方的主要焦点转移到了 他认为更加紧迫的安全问题上 那就是中国快速扩张的军事能力 据报道 沙纳汉在星期四的时候 在美国参议院向军事委员会提出2020年国防预算的时候 在书面证词当中就写道 中国正在大刀阔斧地将其军事现代化 有系统的窃取科学和技术 设法从军事民间融合的策略当中得到军事利益 他指出 对于中国军事力量扩张的问题 美国忽略太久了 据报道 沙纳汉并不是第一位对中国军事威胁感到担忧的美国国防部的负责人 之前几位美国国防部的部长都把国防目标放在了奥巴马政府提出的 亚洲再平衡战略焦点之一 就是中国 沙纳汉和川普总统的第一任国防部长马蒂斯将军一起规划了国防防御战略 当中的首要防御对象就直指中国 专家说中国外资新法不足以消除美方的顾虑 中国人大星期五的时候通过了新的外国投资法 美国商界表示谨慎的欢迎 在中美为了缓解贸易争端进行紧张关键的谈判之际 这不搁置了多年的法案得以快速的通过 但批评者认为该法尚不足以消除美方的顾虑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外国投资法在中国人大的会议上进行了一式性的表决通过 该法将于2020年1月1号起生效 代表美国商业团体对该法的通过表示欢迎 在美林社的一篇报道当中 美中贸易全国文会的副主席欧玉林称 中国通过该法是树立信心的举措之一 美中创方正在为达成一个贸易协议紧张的谈判 尽管中国提出愿意通过大量的购买美国商品 减小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 但是美方强调的结构性改革和协议实施等 仍然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 中国对外商在华投资设限 是美中贸易谈判当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中国的一些产业领域 外商必须以和中资企业合资的形式来进行投资 并且往往被要求以提供技术为合作的条件 尽管有众多的外资企业抱怨也有大量的证据 但是中国政府一直否认强迫外国企业技术转让 报道称中国正在面临经济的急剧减速 贸易争端给当局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中国政府在这个时候迅速的通过外国投资法案 并在最后一个加入了美方关切的一些具体问题 和相关的条款 显然是希望此举有助于双方达成协议 消除针对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税 华盛顿智库家图研究所贸易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西蒙·莱斯特将中国对外国投资立法 视作一个好的迹象 但并不足以解决问题 他说他算是走出了第一步 但是还要看怎么实施 莱斯特认为许多的条款是模糊的 而且也不知道如何执行 除了外国投资法设计的问题 美国还要求中国停止对国有企业 以及在新技术领域的龙头企业进行补贴 报道称目前仍不清楚 双方在多大程度上接近达成一个协议 在国会作证的时候 对参议员们说 双方仍然有很多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 莱特奇则强调 协议执行条款需要允许美国 在中国未遵循承诺的情况下 对中国实施关税或者其他的制裁形式 双方在执行协议方面仍有很大的分歧 川普给习近平天赐良机 正如波音空难成为北京 迅速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一样 习近平对意大利法国的访问 也将可能与中美贸易战之外 在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 开辟出第二条战线 就北京与中美贸易战的水火之中 而美国总统川普一上任 就毫不掩饰地对欧洲盟友的敌视和蔑视 这给了习近平一个天赐的良机 据报道 意大利打算在3月22号 习近平访问罗马的时候 与中国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 这将是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 倡议计划的一部分 尽管一周以来 美国和欧盟纷纷施压反对 意大利政府几次解释淡话 但意大利似乎正在走一条不归之路 该计划的资金可能性正在显示出来 意大利将成为七国集团当中 首个支持具有争议性的 一带一路全球投资计划的国家 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说 已经获取了一份长达五页的协议草案显示 两国计划在意大利和第三方国家 探索开展合作的一切机会 这份内容广泛的协定将涵盖政治交通物流 基础设施建设等一些领域 双方同意消除一切投资障碍和贸易壁垒 双方将签署一项主要的协议 并外加一系列的附属协议 约20项不同类型的协议 在意大利之前 欧盟的南部成员国希腊葡萄牙 已经大举的引进了中国的资本 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 欧盟曾强迫葡萄牙将其国有的集团私营化 来换取780亿欧元的贷款 至此 中国不仅成功地收购了 葡萄牙最大的电力公司23%的股份 同时也涉足了包括基础设施建设 银行保险业和航空等多个领域 去年5月 中国三峡集团计划出价90.7亿欧元 收购尚未持有的葡萄牙最大的电力公司的 百分之七十七的股权 如果这项交易完成 它将成为中国在欧洲最大的收购案之一 与此同时 葡萄牙也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之下 向中国开放了距离里斯本100公里的南部港口悉尼石 在美国呼吁盟国反对华为5G的同时 去年12月份 葡萄牙电信公司与中国华为签署协议 发展该国的5G通讯设备网络 本周五 3月15号 美国明确的表示 宣布反对中国三峡集团 收购葡萄牙最大的电力公司案 但是能够阻止该案的只有欧盟的审查机制 欧盟本周二出台了一份战略报告 调查与中国关系 针对中国在全球展现出的强势姿态 以及由此加剧的贸易经济增长和安全威胁 承诺做出了回应 该报告对葡萄牙 意大利等国大举的吸收中国资本的局面 能否做出有利的回应 还有待观察 省去翻墙 委员呼吁建大湾区网络特区 中国打算将粤港澳大湾区建成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但中国当局封锁网络被认为会妨碍这个目标的实现 有中国的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在大湾区设立互联网特区 方便接收外地资讯 据香港无线新闻的报道说 不少境外的网站在中国内地都被封锁了 想突破网络审查可能要翻墙 在内地做科研的香港商人认为 浏览社交平台受到限制会影响创新科技的发展 报道称有中国的全国政协委员表示 已经提出了提案建议大湾区不需要翻墙 就可以浏览各地的资讯 不过该消息没有透露这位政协委员的姓名 假家长开记者会 真家长被警察包围 四川省成都七中实验学校的食堂 被家长揭发了使用发霉腐烂的食品给学生食用 导致学生腹泻 变血 事件引起了中国全国的关注 当局公布了食物的检测结果 反而引起了更大的质疑 当局同时大力地控制家长 有家长辩称当局找来了十几位假家长 让他们在新闻发布会上露面 真的家长则被大批的警察重重包围 禁止他们公开的维权 即使家长希望收起愤怒的情绪 希望派出代表和官员来谈判 但是当局在学校的外围 部署了三十多辆的警车 警察将家长们重重的包围 附近的手机发射塔也被关闭 禁止他们维权 更让家长感到愤怒的是 在网上竟然出现了大量污蔑家长的信息 比如说家长在校园内吸烟 在操场上大吵大闹 乱闯女生的宿舍到食堂 检验饭菜等等 有家长发文批评说 弥补和纠错就那么难吗 政府还在镇压和删除 颠倒是非黑白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